今天来做鱼汤乌冬面 乌冬面在一些地方好像也叫做乌龙面 名字差不多了,反正吃起来好吃就好 我会把这道菜分成两个部分来处理 先是熬鱼汤,然后再把鱼汤跟乌冬面做一个结合 这次用了比较多的白菜跟番茄 因为一部分要用来熬鱼汤 剩下另一部分是要拿来做配菜吃的 都是一样要把地头切掉 白菜的部分就切成段就好 然后番茄我们会先在底部画上一个十字刀 相信你们在其他的做菜影片里面也有看过 这个十字刀就是为了帮助番茄脱皮用的 准备一锅水,有没有煮开都没有关系 把番茄下锅煮一煮 煮到番茄的皮开始往上卷起就可以取出锅了 然后就把番茄的皮去掉,再切成块 其实这个步骤如果你嫌麻烦的话 想省略掉也是可以啦 我就是单纯不喜欢汤里面会有番茄脱下来的皮而已 对了,这两种食材可以直接影响到汤底的味道 所以想吃酸一点的鱼汤那就多放点番茄 想吃甜一点的就多放点白菜咯 因为这个汤是带有酸味的 所以我就没有刻意的把葱绿还有葱白分开来 将它们切成段,然后嫩姜就切成片就好 有蛮多种鱼都适合用来做这个鱼汤啦 比如说石斑啊或者是苍鱼 我这次用的是马娇鱼 买这条鱼的时候店家就已经帮我处理成这种一圈一圈比较厚的肉排了 所以我就只需要把鱼肉片起来 然后等等跟鱼骨分开来处理就好 当然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鱼肉的话 也可以交给店家来帮你把鱼肉跟鱼骨分离呀 我相信大部分的店家应该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吧 鱼肉的腌料很简单 都是一些去腥增香的东西 有白胡椒粉、盐、香麻油还有玉米粉 因为需要油渣的关系 所以加玉米粉可以有效地锁住鱼肉的水分 到时候吃起来就不会太过干柴 抓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 因为有些鱼肉是属于比较细腻的那种 如果你太用力地去抓拌的话 很容易就会把鱼肉给弄碎 腌制鱼骨用的调料也是一样的 唯独份量是腌鱼肉的一半 鱼肉就不需要腌太久了 腌个三到五分钟就好 然后把一锅油烧热 油温烧到240摄氏度 油温要高一点 而且油炸时间不能太长 尽可能的让鱼肉有酥脆的外皮 同时来保有湿润的口感 找好之后就将它出锅 然后沥干油备用 熬鱼汤的话 如果你想熬鱼汤的颜色好看 那就必须要有油脂的存在 所以要用来熬汤的鱼骨 还是用煎的方式来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把锅跟油都烧热了之后 才将鱼骨下锅 不然会粘锅 把门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把鱼骨都煎黄了之后 就将姜片还有葱段下锅爆香 先把鱼骨的香气煎出来 然后才把葱姜下锅爆香 最后放的是番茄 番茄里面的切红素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所以经过油炒的方式 可以让它更容易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你发现炒锅的番茄色则会更红更亮 熬出来的汤也相对更好看 用眼睛来观察 等番茄在锅底形成一层磨了之后 就到了该加水的时候了 注意哦 这里一定要用热水 一定要用热水哦 如果你用的是常温水的话 那么熬出来的鱼汤会带有腥味了 而且乳化作用也不是特别明显 乳化作用就是平常熬鱼汤的时候 汤会变白的那个过程了 鱼汤并不是越白就越好 它只是因为油脂比较多 所以汤头才会变得比较白 所以鱼汤啊 就是把它的味道给煮出来就好 并不像你炖鸡汤一样 要炖个三四个小时 说一下份量吧 我准备的这个是给三到五个人吃的 食量大的话三个人吃就吃得完 食量小一点的话五个人吃就刚刚好 将白菜下锅之后撇掉浮沫 然后开大火煮二十分钟 再转中小火煮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时间一序的话还是煮一个小时会比较好 这样子它的味道可以被释放的更完整一点 刚刚在前面的时候说过了嘛 我会把这道菜分成鱼汤跟面两个部分 我会先把熬好的鱼汤过个筛 把里面我不想用到的东西都滤掉 剩下来的这些料你还是可以拿来再煮另外一锅鱼汤的啦 最大限度的把它们的味道都给压榨出来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麻烦跟浪费吧 为什么把鱼汤熬好之后还要过筛 再把那些料给丢掉 对我个人而言这是绝对值得的 因为剩下来的这一锅鱼汤才是这整道菜的精华所在 稍微加点盐来调味就好 记得一定要一边试一边调味 这样子会比较准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其他食材下锅煮了呀 我先放番茄 然后放白菜 金针菇 乌冬面 最后放的才是豆腐 肯定是先把那些比较耐煮的食材先下锅啦 乌冬面需要一点时间来把它煮开 所以我也会提前把它下锅 关于这个乌冬面 如果你不想你的汤头喝起来太酸的话 可以在另外一个锅子先把乌冬面给煮熟 然后再加进来 因为乌冬面在生产的过程中 是利用天然发酵的乳酸来进行保质 所以吃起来才会酸酸的 并不是坏掉哦 但如果你不喜欢吃乌冬面的话 也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面食类呀 或者是米粉也可以 如果你将米饭进去煮的话 就会变成鱼粥 如果你实在不想加其他的主食进去的话 也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道菜 一碗汤来喝 也是很好吃的啦 因为鱼肉是刚炸好的嘛 所以等面条都煮软了之后 再将鱼肉下锅煮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我要分享的鱼汤乌冬面啦 虽然过程是真的有一点复杂跟繁琐 但真的值得你去尝试的 相信我 好了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